我是真千金,回家后却被各种排挤 生父,你回来也没用 我们唯一的女儿只有素素 生母,素素永远是我们的小棉袄 还说,别想靠我们,一分钱不给你 谁说我要靠他们了 我早就实现财务自由了 你,说来可笑,我虽是真千金 但被接回去后却遭受排挤 亲爹不亲,亲娘不爱 哥哥和妹妹都拉着假千金的手红了眼眶 素素,你我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的妹妹 姐姐,我不让你走 在这个家里,我只认你这姐姐 我,excuse me,so,那你们接我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行吧,那我提着东西去看望养父母去 更可笑的是生父的反应 下意识道,亲亲啊,你回来也没用 我们唯一的女儿就只有素素 生母紧接着道,素素,你还是回去吧 这个家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还一副怕我谋夺他们财产的模样 笑话,我林青青什么时候说过要靠他们了 他们没一个人知道 其实我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 要说一点也不伤心,那是不可能的 但我这个人比较容易接受现实 从小我就知道人要向前看 强扭得刮不甜 他们这些人也只能在人生的路上陪伴我一段时间而已 并不是有血缘关系就一定会有亲情 我不奢望,更不强求 即便如此,我的到来还是让林素素压力倍增 一家子为了哄她开心 不得已把她和未婚夫的订婚宴提前了 所谓不得已 其实是林氏夫妇怕我的回归夺了养女的好姻缘 特意把养女和未来女婿的订婚宴提前 林素素一身纯白香钻礼服,显得高贵典雅 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 眼底的戒备和警惕一闪而过 假惺惺的来到我面前 抓住我的手说 清清姐 以后你也会找到很好的未婚夫 也一定会 幸福的 我点点头 那必须的 别人幸不幸福我不知道 但我肯定会幸福 林素素被噎了一下 跟这位绿茶妹妹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我寻了个油透来到屁镜处吃甜品 十分钟后 林家兄妹二人两脸杀气腾腾的来到我面前 四目怒视着我 林长明率先开口 清清 你怎么能欺负素素 我 林小小更是一副恨不得杀我的眼神 哥 这还用问吗 她就是妒忌素素姐 我虽然不知道 林素素在这俩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兄妹俩面前挑拨了些什么 但我身正不怕影子鞋 欺负 平白无辜 我欺负她干什么 还有 你说我妒忌她 我玩耳一笑 声音清冷 她哪里值得我妒忌 论相貌 她勉强称得上小家碧玉 论学历 林氏夫妇花钱送她去国外玩了四年 论能力 我名下的资金都可以买下整个林氏公司了 兄妹二人被我问愣了 林小小支支吾吾道 肯定是你 你妒忌她即将要嫁给那么帅的未婚夫 我竭力忍下翻白眼的冲动 不好意思 帅哥见多了 我对那种平平无奇的男人并不感兴趣 麻烦你们俩告诉她一声 如果有被害妄想症最好去看医生 别在我这里找存在感 二 林素素这个未婚夫讲大勇 我之前见过一面 那是我回到林家的第二天 她刚进门 林素素哭着扑进了她的怀里 看得蒋大勇心急 是不是那个女人欺负你了 哼 不知道哪里来的死丫头 还敢跟我的素素比 真是不知道死活 她怒瞪向我 脸臭的活向我欠了她好几百万 林素素靠在蒋大勇的怀里 她嘴角得意地上扬了下 拉了拉她的一脚 别这么说 清清姐才是这个家里真正的千金 呜呜 说着她又装模作样地哭了出来 一家人看到她哭 立刻都围了过去 七嘴八舌地开始哄她 他们一再地跟她保证 这个家里只能有一个公主 就是她林素素 我坐在沙发上面 冷着脸抱着双臂 像个陌生人一样 看着这一大家子的人演戏 别的不说 这里面演得最好的就是林素素 如果她肯进娱乐圈 拿个影后不成问题 林素素享受得被他们哄了好久 才止住哭声 她还假惺惺地跑到我的面前 拉着我的手 清清姐 你千万别抢走大勇 我太爱她了 这辈子不能没有她 说着 她深情款款地看着蒋大勇的方向 蒋大勇立刻回望着她 宝贝 你放心 没有人能取代你 谁也不能 最后几个字 她是怒瞪着我 咬着牙说的 哼 我看着她那张平平无奇的脸 像脱了苍蝇一样的恶心 是谁给她的勇气 以为我会喜欢她 她这辈子就跟林素素所死吧 舞台上 林素素已经和蒋大勇 交换订婚戒指了 林素素看着自己手指上 戴着的钻石戒指 她发出一声惊呼 惊喜地捂住嘴 谢谢你 亲爱的 我很喜欢 两个人在台上相拥接吻 台下掌声一片 林小小谷的最厉害 她恨不得把手都给拍红了 看到了吗 素素姐和大勇哥 才是真正的一对 他们两个狼才女貌 哼 不像有些女人啊 也只配看看了 这阴阳怪气的腔调 好像我回到林甲 不是图他们的钱 就是图林素素的人 就是的 有些杂种啊 根本不像我们林家的人 林长明也站在一旁帮腔 哼 我也不屑当你们林家的人 我知道我突然间回到林甲 他们难以接受 最开始的排斥 我也就忍了 没想到 他们会这么不喜欢我 其实也不是我 非要上门来讨他们不开心的 要不是我养父母 非要我过来 我才懒得看他们一眼呢 说完后 我也懒得再跟他们废口舌 也懒得在见证台上 那对狗男女的虚情假意 我转身离开 三 我的养父母曾经告诉我 如果在林家过得不开心 就马上回家 家里永远都是我的避风港 回去之前 我决定顺便 给我的养父母买点东西 我去了平时我经常去的 那家卖奢侈品的店里 我一进门 店长小跑着过来 林女士 您好久都没有来光顾了 最近店里来了几个新品 我拿给您看看 我点了下头 嗯 我是这家店的常客 也是这家店的VVIP客户 一般店里有新品 或者是限量款 都会内留给我们这种 VVIP的客户 我像往常一样 坐到了沙发上面 店员立刻给我端出了 我平时喜欢喝的花茶 还有我爱吃的桂花糕和玫瑰饼 我端起花茶喝了一口 店员们拿着新品走了出来 他们站成一排 让我挑选 这些套装都是刚从绣厂下来的 还有这些包都是新款 林女士这些如果您都不喜欢 我们还有别的新品 我抬起手指了下套装 还有几个包 这些吧 颜色不要那么厌的 我养母可能不喜欢 那么鲜艳的颜色 店长立刻笑着点头 好的 马上就给您包起来 还有一款限量款的包 全球只有一个 你要看一下吗 我点了下头 店长立刻带着店员 小跑着忙碌起来 我端起花茶 正准备再喝一口 门口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 人呢 都死哪里去了 快把你们店里 所有的新品都拿出来 吵叫声很熟悉 我顺着声音看了过去 林素素挽着蒋大勇的胳膊 站在门口大叫着 林素素满脸的嚣张跋扈 他一抬头 就看到坐在真皮沙发上的我 他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他挽着蒋大勇的胳膊 冲了我的方向走了过来 哟 快看这是谁啊 这不是清清姐吗 他满脸的不屑 好像我根本不应该 出现在这个地方 蒋大勇也是阴阳怪气的开口 现在的店可真是没有眼力见了 什么人都敢放进来 真是我不找麻烦 麻烦就来找我 看着站在我面前的这对狗男女 我冷哼了一声 这店也不是你们家开的 你们能进来 凭什么我不能 蒋大勇像是被我踩了尾巴的猫 他颤抖着手指 在我的脸上比划着 就凭你也想买奢侈品 他冷哼一声 咬牙道 你也配 是啊 清清姐 你看看这家店里的标价 不是你能买得起的 林素素也一脸的嘲弄 好像我能跟他们进到一家店里 都是对他们的侮辱 林素素还装模作样的 坐到了我的旁边 他拍了下我的胳膊 清清姐 做人 别这么有虚荣心 你快点走吧 我侧过头 冷笑了下 呵 我劝你起来 不是谁都有资格坐在这里的 你有资格坐 凭什么我没有 林素素抱着双臂 赖在沙发上面不敢走 啊 这张真皮沙发 其实是我特别定制 放在这家店里的 平时我来这里消费 店员们才会把沙发搬出来 让我休息 就光这张沙发的保养费 每年我也要给店里200W 说真的 除了我 没有人有资格做这张沙发 四 林素素伸出手不停地 摸着这张真皮沙发 他还对着我冷嘲热讽 林清清 你今天可真有福气啊 如果不是我 你怎么可能会在这家店里 享受这么好的沙发 他可真是说笑了 哦 我哼了一声 好笑地看向林素素 我们家大勇 可是这家店里的常客呢 一年来店里都能消费几十万呢 哈哈 好大的金额 可真是吓死我了 我害怕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如果我告诉他 每年我能在这家店里 消费1000万 他会不会被吓得晕过去 素素 像他这样的女人 根本买不起这里的东西 听到蒋大勇这么说我 林素素的脸上已经乐开了花 他伸出手在半空之中挥了下 哎哟 别这么说他 虚荣心谁都会有的 这对狗男女 就是诚心给我添赌的 为了我晚上还能回去吃得下去 养母做饭 我决定远离狗男女 我站了起来 往门口走去 店长正好拿着那款 限量款的包包走了出来 他把包取到我的面前 林女士 这款包您还要吗 我看了看款式 是我喜欢的 也没有看价钱 点了下头 包起来吧 还有刚才那几款 送到老地方 好的 我这就给您下单子 您还是刷卡吗 我单定的点了下头 刷卡吧 其实我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我从国外留学后 自己来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我很有天赋 设计的东西 很受欢迎 几年之内 我赚的钱已经花不完了 我本想孝敬我的养父母 每个月都给我的养母 打一款钱过去 谁知道 我刚打过去 我养母就打双倍的钱回来 她说 我知道你孝顺 可是妈妈的钱也花不完啊 对 我养父母的钱 已经多到十辈子都花不完了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养父母并不是很有钱 他们做小生意 因为后道 总是受人家欺骗 后来 有了我 他们的生意渐渐做了起来 跟他们打交道的人 都因为他们的后道 喜欢跟他们合作 养父母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长大后 他们的生意帝国 已经扩大到了海外 我养父经常夸我是小福星 他说 都是因为我的到来 才让他们家多福多财 我回林家 我养母整整哭了三天 临走时 他们对你不好 你马上就给我回家 果然 林家对我不仅不好 还充满了敌意 店长转过头 就看到林素素 坐在我的沙发上面 他惊得半张大嘴 急不就冲了过去 这位女士 请您起来 这是特定位置 林素素正了下 马上不悦地叫了起来 他能坐 我凭什么坐不了 他指着我的方向叫了起来 五 店长看到林素素 还赖坐在那里 他的笑脸都冷了下来 这位女士 如果您年销一千万 我们也可以给您 定制一个特殊位置 听到前述 林素素瞬间 从沙发上面弹了起来 他不服气地低喝 不就是一张破沙发吗 不做就不做 他还故意用脚踢了踢沙发 吓得店长 让几个店员 把沙发收了回去 林素素挽着 蒋大勇的胳膊 在店里转了几圈 他看上的包 都跪得要命 蒋大勇心疼地摇头 他找各种理由 搪塞过去 这个颜色不好 这个款式太旧了 哎呀 那个包 你不是有个类似的吗 说来说去 就是不肯给林素素买 林素素气得脸色都变了 差点下不去抬 他一抬头 看到了店长手里的那款限量款 他挖的一声叫了出来 亲爱的 那款包我也喜欢 他抬起手 想从店长的手里 把包抢过去 店长害怕地往后退了一步 生怕林素素 弄坏了全球唯一的限量款 我要他手里那款包 林素素搂着蒋大勇的胳膊撒娇 老公 人家真的好喜欢啊 你买给人家吗 蒋大勇霸气地开口 多少钱 我买了 店长为难地看着他摇了下头 对不起 这位先生 这是唯一的定制款 而且 已经被我们店里的客人买走了 说着他伸出手指向我的方向 我正靠在柜台那里 看着好戏 林素素看到我的脸 他夸张地叫了声 就凭他 蒋大勇也是一脸的不屑 多少钱 我买了 好大的口气啊 店长还是不停地摇头 他的举动激怒了蒋大勇 不就是一个包吗 我花两倍的价钱买 店长挣了下 我挑了下眉 有点意思 店长的目光看向我的方向 我伸出手指 举了一个三字 行啊 三倍 你怎么不去抢呢 林素素叫了起来 我冷笑了下 收回了手指 买不起 就别装有钱人 给我包起来 谁说我买不起的 还没等店长行动 蒋大勇就叫了出来 三倍就三倍 刷卡 他咬了唇 激动地叫了出来 林素素在旁边发出蛙的一声 老公 好帅啊 呵呵 是好傻吧 冤大头 不过 有钱不赚是傻瓜 我点了下头 那就卖给这位先生吧 店长生怕蒋大勇会后悔 连忙给他包了起来 林素素拿到包 故意地走到我的面前 显白地晃了下 是我的 终归是我的 有些人 想要也得不到 我淡定地点了下头 是啊 这年头 像你这样又蠢又瞎 又天真的女人是不多了 说着 我还看了蒋大勇一眼 好好珍惜吧 祝你们百年好合 这辈子别去祸害别人 店长已经走了过来 他已经把卖包的钱 打到了我的卡里 林女士 您的卡 谢谢 我接了过来 拿钱走人 呵呵 难得遇到冤大头 我一会儿要花光冤大头的钱 六 我回到了养父母那 刚进门 我小弟就扑了过来 姐 我快想死你了 你怎么才回来 姐 你不在的时候 妈总打我 你快点帮我 小弟抱着我的大腿 仰着头跟我撒娇 看着小弟的笑脸 我心里一暖 抬起手摸了下他的头顶 养母听到声音 拿着锅铲走了出来 死小子 别总缠着你姐 养母用手敲了下小弟的头顶 快去给你解拿果汁 再把我新买的蛋糕 给你解拿出来 好嘞 小弟马上跑到厨房 开始张罗起来 养母拉着我的手 坐到了沙发上面 她不停地上下打亮着我 青青瘦了好多 是不是在那头吃苦了 我把这几天 在邻家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给了养父母 养母听完后 气得叫了起来 他们邻家什么东西 我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他们竟然这么不珍惜 哼 以后不准再回邻家了 养父也在一旁点了点头 她拍了下我的肩膀 青青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 以后别多想了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我心里一阵感动 张开双臂 同时搂住了养父母的肩膀 爸爸 妈妈 我爱你们 我们也爱你的 宝贝 养母立刻捧着我的脸 像小时候一样 亲了好几口 小弟拿着果汁出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他马上跑了过来 姐 我也要亲亲 他扑到我的怀里 督着嘴刚要凑过来 大门被打开 方尘棉冷着脸走了过来 他一下子拎起小弟的衣领 把他从我的怀里扯开 我老婆的便宜 你也敢站 哼 姐夫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小弟看到方尘棉 连忙求饶 方尘棉 我的男朋友 方氏集团的总裁 也是我们市里的首富 平时想认识方尘棉的人 能从这里排队到巴黎去 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 才认识的方尘棉 那个时候我在国外留学 遇到了被偷了包的方尘棉 他一个人坐在桥头上看着风景 天已经很晚了 他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我打工之前 看到他坐在桥头 打工之后 他还是那个姿势 坐在桥头 我好奇地走了过去 先是用英语跟他打招呼 他冲着我笑了笑 没有理我 我无奈地用国语说了句 真是好奇怪的人 哪里奇怪 我没想到 他会用国语回我 后来 我知道他被偷了钱包 手机也丢了 只能坐在这里等人来接他 我掏了钱给他 又把手机借给了他 他为了感谢我 想要留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拒绝了 摆了摆手 都是国人 做好事不留名 没想到 我回国后 接到的第一个设计项目 就是方尘棉公司的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 在见到他的时候 整个人都惊呆了 我脱口而出 怎么是你 你不会又没钱了吧 他笑着摇头 这回有了 之后 他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我抵挡不住 我倒在了他的西装裤下 一年后 我带他见了养父母 我家人很喜欢他 就连小弟也很崇拜他 一口一句姐夫地叫着 气 他来我家吃饭 就像是回了自己家一样 我养母看到他来了 立刻又跑去厨房张罗起来 我养父本来想要找方尘棉杀两盘棋 棋盘没等支起来 就被我养母扯进厨房了 他还轻轻掐了下我养父的胳膊 给人家小情侣留点空间 小弟也被养母拎着耳朵带走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方尘棉 我靠近了他的怀里 听着他铿锵有力的心跳声 在邻家过得愉快吗 他摸了下我的头顶 想在邻家受到的委屈 我摇了摇头 方尘棉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敢欺负我老婆 不想活了吧 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方尘棉见不得我受到一丁点的委屈 我刚开设计公司的时候 结果一个案子 甲方看到我是一个新公司 故意欺负我 让我顶着大太阳跑工地现场 还有一次 差点害得我从高处摔下来 我的脚都跑肿了 方尘棉知道后 心疼得要死 他直接出手 把那家公司给收购了 如果让方尘棉知道邻家对我做的事 估计他一定会把整个邻家都给端了 虽然邻家对我不好 但好歹也是生过我的人 我不想做得这么绝 我抬起头 看到方尘棉还是气鼓鼓的 我扯住方尘棉的领带 把他扯到自己的面前 方尘棉挑了下眉 我凑了过去 亲了他的嘴唇一口 邻家不值得我老公出手 听到老公两个字 方尘棉眉头舒展开了 他笑着开口 再叫一次 我好笑地摇头 不叫 乖 再叫一次 他把头抵住我的头顶 再叫一次好不好 老公 我乖乖地开口 方尘棉瞬间就吻了上来 他吻得很用力 似乎要把我的魂都给洗走了 我四肢发软 整个人靠在方尘棉的怀里 哎哟 有人杀狗了 小弟刚出来 就看到我们在亲心 他用手捂住自己的脸 从指缝里面看我们 我一害羞 伸出手推开了方尘棉 低着头 脸红得不行 方尘棉无奈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吃饭的时候 方尘棉又提出来 想早点娶我过门 养母舍不得我 让我在家里再待几天 吃完饭 我送方尘棉出去的时候 他亲了亲我的嘴唇 恋恋不舍地不愿意离开 那天晚上 我在养父母家里睡的 没有再回林家 林家也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似乎根本不关心我的死活 不过我也不在乎 我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载 精神饱满地起床 我给自己化了一个淡妆 换了一套香奈尔最新的小套妆 就出发去了方尘 方尘集团投资了 城南的一家大型度假村 现在设计工作正在招标 这么一大块的肥肉 人人都想吃上一口 我早就把设计图递了上去 方尘集团的设计部 已经通过了我的设计预案 今天我是过来改稿子 然后签合同的 爸 我刚进方尘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坐在会客厅里 林素素拿着粉扑正在补装 他看到我进来了 先试一证 紧跟着不屑地冷哼了声 怎么你也来方尘了 是来找工作的吗 不像我是来谈生意的 他不善地上下打量了我的一圈 看到我穿着最款的香奈尔 他妒忌地瞪了我一眼 故意把那款限量款的包包 放在了桌子上面 呵 有些人 没有工作还敢穿得这么好 真是虚荣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冷笑了下 坐了下来 林素素坐在我的对面 拿着手机不停地发着信息 亲爱的 我已经到方式了 这回度假村的设计 我一定给你拿下来 爸爸 妈妈 你们给我准备好庆功宴 一会儿我签了合同 我们就好好地庆祝下 我想了起来 蒋大有名下有一家设计公司 也想做方式的项目 可是他的公司 总是涉及到抄袭的问题 早就被业内除名了 没想到 林素素还有胆子来方式谈生意 哼 他难道不知道 方式从来不跟抄袭公司合作 林素素说了半天 才收回手机 他仰着头 得意地看着我 林青青 一会儿方式的负责人来了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们林家的人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我坐在林素素的对面 淡定地点了下头 放心 我肯定不会说认识你 谁说谁是狗 哼 我也是林素素冷哼一声 他的话音刚落 大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 方式设计部的总监陆明 站在门口 他看到我 一脸的笑容 林小姐 您来了 还没等我站起来 他笑着伸出手 冲着我和林素素的方向走了过来 林素素冲着我低了一个眼神 好像在说 看到了吗 他是欢迎我的 说着他立刻起身 热情地握住了陆明的手 陆总 我对您早有耳闻了 这回可终于见上面了 陆明满脸的疑惑 他看了眼跟在后面的行政 这位是 哦 他是 他是永利设计集团的林小姐 是找咱们谈项目的 陆明听到后 立刻抽回了手 哦 我对永利设计也早有耳闻 是经常借鉴别人设计的 那家公司吧 说罢后 林素素的笑容将在脸上 好不容易才挤出一抹笑脸 陆总真是说笑了 哈哈 陆明也懒得理他 他几步走到我的面前 热情地拉住了我的手 林小姐 合同都给您准备好了 您只要签字就行 我点了下头 陆明立刻对着行政的方向 摆了下手 行政把合同拿了过来 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面 林小姐 合同您还需要过目下吗 我笑着摇头 不用了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就按照以前的走就行 好的 都听林小姐的 陆明看到我脸上 都笑开了一朵花 跟面对林素素的态度 判若两人 就 林素素凑近一看 发现合同的封面 是度假村的 他熬的一声叫出声来 你们生事搞错了呀 我才是来谈合作的 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这个项目会被我拿下来 陆明听到林素素的质疑 他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这位林小姐 你是在质疑我们的能力吗 这么大的项目 我们会搞错人 他用力拍了下桌子 送客吧 行政立刻走了过来 比了一个请字 这位林小姐 请吧 林素素咬着唇 站在那里不肯走 他眼睛转了半天 笑着开口 陆总 真是大水冲了龙门庙 我和林青青都是林家的人 她是我姐姐 跟她签合同 就是跟我们签合同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我真是低估了 林素素不要脸的程度 她连忙把自己准备好的合同 放到了陆明的面前 暗示陆明快点签字 陆明疑惑地看向我 我冷笑了下 对不起 我不是林家的人 我们工作室跟林家 也没有任何的合同 林素素气得脸色发青 她咬着牙冲着我低吼道 林青青 你是故意的 我挑了下眉 谁承认是林家的人 谁就是狗 我可不想当狗 你 哼 林青青你好样的 她气得脸蛋涨红 转身就走 在她临出门前 我故意大声地说道 希望跟方式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林小姐 陆明也配合地说道 我签好合同后 陆明一路把我送出了大门口 刚出大厦门口 我兜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我拿出来一看 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没有接 直接按断了 过了几秒钟 那个号码又打了来了 想了好久 我才无奈地接了起来 还没等我开口 那头咆哮起来 林青青 你好大的胆子 敢挂我的电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摇了下头 你谁啊 那头正了下 又叫了起来 我是蒋大勇 哦 我漫不经心地回道 有事吗 没事我挂了 还没等蒋大勇开口 我直接就把电话挂断 拉黑 根本不给蒋大勇 在我面前哗哗的机会 我回了工作室 刚进门 兜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找我的人这么多 我掏出手机 这回给我打电话的人 竟然是林傅 我蹴了下眉 接了起来 那头响起林傅苍老低沉的声音 青青 我是爸爸 呵呵我冷哼了声 林先生 别乱认女儿 你的女儿叫林素素 可不是林青青 那头正了下 带着几分怒气开口 素素是我的女儿 你也是 你身体里流着 可是我们林家的血 这个时候跟我谈这个 肯定是有求于我 我倒要看看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林傅看到我 一直没有说话 他以为我已经 被他给说服了 他拿出了平时 在林家作威作福的语气 我今天听素素说 你也去方氏了 还跟方氏签订了 度假村的合同 十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你也知道 那个合同对于素素来说 很生药 青青 你是姐姐 你应该把合同 让给素素 爸爸希望你能退出 不要让素素伤心 哼 我冷笑了下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可真是开了眼了 知道林家偏心 没想到会偏心成这个样子 青青 明天你就跟素素 一起再去一次方式 把合同改过来 林傅直接下达了命令 好像我是他们 林家养的一条狗 我被林傅给气笑着 林先生 我已经离开林家 不再是林家的女儿 我没有义务 把合同让出来 而且 我凭实力得到的合作 凭什么要让出去 哦 对了 如果林素素想谈到合作 就让她先做到别抄袭吧 林傅被我气到跳脚 她在电话那头大吼道 林青青 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 哼 你个没有教养的野丫头 我笑得更冷了几分 我的教养 只针对同样有涵养的长辈 显然 你没有 对了 别再来打扰我了 我不是林家的人 说完 我不理会还在大叫着的林傅 直接把电话给挂断 脱黑 我的世界终于清静了下来 我决定先认真把工作做完 一工作起来 我就忘记了时间 一直到下班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今天约了方辰棉 我连忙收拾起东西来 匆忙地赶到了楼下 方辰棉的那辆劳斯莱斯 已经停在了我们公司楼下 司机王叔看到我后 立刻下了车 绕到后面 给我拉开了车门 林小姐 方总让我先来接你 我点了点头 好的 谢谢王叔 王叔总给我笑了笑 我坐上了车 王叔才绕到驾驶座 上了车 车子停在方氏旗下的一家米其林餐厅 我刚进门 餐厅经理就迎了过来 林小姐 位置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我跟着经理 去了专门留给我的那个位置 那是餐厅里风景最好的位置 坐在那里 可以看见外面院子里的一片煮 风一吹 有听到沙沙的竹叶的声音 我很喜欢 方辰棉就把这个位置 特别留给了我 成了我的专属位 我刚喝了几口茶 方辰棉就走了过来 他亲了下我的脸蛋 宝贝 我来晚了 我摇了下头 是我来早了 菜很快上来了 都是我喜欢的菜色 还有几个刚研发的新菜 经理说 先给我尝尝鲜 我开心的刚吃了几口 就听到周围窃窃私语的声音 是那个女人吗 她怎么还好意思 再跟别的男人一起吃饭 呵 他们这些老女 就是干这个的 跟更多的男人 才能赚到钱呢 真是可惜那个帅哥了 我们要不要告诉他呀 我感受到几道炙热的目光 朝着我的方向射了过来 我抬起头 那些目光就消失了 我在低下头吃饭 那些话就飘到我的耳朵里 我终于忍不了 站了起来 往那几个人的方向走去 十一 那一桌的人看到 我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吃惊的瞪大眼睛 诧异地看向我 有什么话当面说 别在背地里说 我冷着脸开口 那群人里有一个女生 激动地站了起来 她举起自己手里的手机 冲着我叫了起来 你一个老女 我还说不得了 哼 那么老的男人 你也能下得去手 真不要脸 我看向他手里的手机 手机里是一段视频 正好是我刚才上 王叔的那段视频 不知道是谁 恶意剪辑编造 说我为了钱 老男人的车也能上 还说我为了老男人 剁了三次开 已经怀不了孕了 那些话又脏又难听 没有一句是真话 我看到评论区 已经骂声一片 这么年轻 就干这样的事 不知道他的父母会怎么想 哼 我要是他的父母 我就把他的腿给打断了 我看他还怎么出去 祸害男人 太不要脸了 年轻这么小 就出去卖 不要脸 听说 他还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 听说前几天 刚拿下方式度假村的那项项目 国外的人 都比较开放吧 我们也不要去 我看到那些流言蜚语 气得全身颤抖 方陈棉走了过来 把我搂在怀里 他看到后 整张脸都沉了下来 他让助理去查 要用最快的时间查出来 只过了半个小时 幕后黑手的IP就被查了出来 我看到了林素素的名字 哼 他还真是蠢货 买水军上网黑我 用的还是自己的电脑 我怒急返校 不惹他 他来惹我 行 我不介意送分大礼给林家 我让自己名下所有公司 都跟林家和蒋家断了合作 我知道林家不懂得经营 早就把公司交给了林素素搭理 他们以为林素素是商业奇才 能让林家起死回生 可惜他们不知道 林素素就是一个蠢货 他的几次决策 都把林氏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之上 现在已经没有新公司 肯跟林氏合作了 那些老的合作方 也因为我的原因 断了和林氏新的项目 他们的流动资金链 马上就要断掉了 果然 过了几天 我就收到消息 林素素已经在到处借钱了 可惜没有一个人 愿意把钱借给他这败家子 我和方陈棉订婚宴的那天 竟然会看到林家的人 林素素也是挽着蒋大勇的手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晚礼服 脸上喜气洋洋的 好像今天是他订婚一样 可是他们一家子 明明没有在邀请的名单上面 林素素一进来 直奔方陈棉的方向走了过去 他站在方陈棉的面前 扭捏地开口 方总 您还记得我吗 我是林素素 林氏的千金 12 林素素看向方陈棉的脸 脸蛋通红 痴迷地看着他的脸发呆 方陈棉看到林素素花痴的模样 他脸色更冷了几分 不记得 他冷冷地回到 林素素吃别 过了一好一会儿 才善善道 方总贵人多忘事 上回您的招标会 我可是代表林氏去过的 是啊 我姐姐可厉害了 她是设计师 林小小也走了过来 站在他后面帮腔 林总 你好 我是林家的长子 林长明 林家每个人 似乎都想跟方陈棉拍上关系 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都打错了 方陈棉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 他抱着双臂 冷着脸在林家和蒋大勇的脸上扫一圈 我好像没有邀请过你们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林家所有人的脸上 都是一副吃别的模样 我站在不远处 差点笑出了声来 我 我们是来找您谈合作的 还是林素素 厚着脸皮先开了口 方陈棉不悦地挑了下眉 林素素不知死活地继续说道 我们林氏是一家老牌的设计公司 在我的带领下 在国内外还拿过几个大奖 我们想跟您谈下 度假村的那个项目 那个项目已经有人做了 方陈棉不悦地打断他 我知道是林青青 可是他根本没有能力 根本没有办法胜任贵公司的项目 他边说边诋毁我 我终于听不下去了 我提着婚纱走了过去 我刚站在方陈棉的身边 整个林家人就叫了出来 你来这里干嘛 林素素声音都高了八度 是想搅和我们和方氏的合作吗 蒋大勇也呵斥到 养父母也是一脸的亲密 林青青 你都不是我们林家的女儿了 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蹭我们林家的名声 看着林家对我的指责 方陈棉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他伸出手搂紧我的肩膀 开口道 他是我老婆 林家的人都呆住了 他们的脸一阵轻一阵子 尴尬得要死 每个人都瞪大眼睛看我 迟迟不敢开口 我冷笑了下 怎么了 都不会说话了 不是要谈合作吗 我的脸色更冷了几分 林素素气的脸蛋涨红 他转过头 看向蒋大勇 哥哥 林青青欺负我 好一个恶人相告状 别怕 就算是自己练断了 我也会帮你 方陈棉冷哼了声 对着现场拍了拍手 所有宾客的目光都聚了过来 我有一件事要宣布 大家都好奇地看了过来 从今天起 我们方氏不会再跟蒋氏合作任何项目 蒋大勇的脸瞬间白了一半 我们家也不会再跟蒋氏合作了 包括他们的子公司 我养父也站了出来 瞬间蒋大勇另外一半的脸也白了 方陈棉搂着我的肩膀 骄傲地开口 忘了介绍 我老婆林青青 天使爱美丽集团的董事长 现场一片哗然 从今天起 我们公司也不会再跟林氏和蒋氏合作 青青 我们的好女儿 林母上前一步就要拉住我的手 我立刻甩开 林夫人 别乱认亲戚 我有自己的妈妈 我指向了养母的方向 我养母挺直了腰 开了下自己的胸口 林青青是我女儿 你们别来沾边 他们还想闹 我只能让保安把他们赶了出去 我以为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 第二天我就在家门口 看到上门来求饶的林家人 我的亲生父母空着手 站在我家门口 求着我养父母 你们还来干嘛 青青是姓林的 是我们林家的女儿 林父厚着脸皮开口 可把养母气坏了 站在门口就是不让他们进来 我刚睡醒 就听到门口吵骂的声音 我披了件衣服走了出去 林父看到我 开心地叫了出来 青青 是爸爸呀 快点让爸爸进去 林母也在大叫着 那是我女儿 凭什么不让我见我的女儿 养父母被他们的厚颜无耻气地全身颤抖 我害怕他们被气坏了 我几步走了过去 妈 别生气 林母以为我在叫她 她刚哀了一声 看到我正扶着养母的肩膀 在细心地哄她 养母开心地仰着头 拉着我的手 我女儿又乖又听话 哼 有些人还不珍惜 后悔去吧 林母气得脸色铁青 上前一把握住我的手腕 往自己的方向带去 青青 过来 我被她握得生疼 我用力甩开她的手 放开 我已经和你们林家断绝关系了 你们是不是失忆了 林父和林母脸色一变 林母哭了出来 真是白眼狼啊 我们的女儿竟然不认我们 你这个不孝女 我们平时是怎么教你的 你怎么能自己亲生父母都不认了 真是倒打一耙 我抱着双臂冷笑了下 我记得 有些人说过 林素素才是你们的女儿 我林青青 可不是 别乱认女儿 我只向了门口 快点走 要不然 我就报警了 告你们私闯民宅 看到我真的要报警 林父和林母不甘心地走了 没过多久 我就听到了林氏破产的消息 蒋大勇也没有好到哪去 他连自己帮不了 更别提帮林素素了 林素素在他的公司闹了几天 最后还被他给赶了出去 他还大骂林素素是害人精 怕得他现在连的业务都接不到 眼看着离破产也不远了 没过几天 整个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 蒋大勇和林素素取消了婚约 很快 蒋大勇就和技师家的千金联姻了 林素素还跑到婚礼上去闹 后来还被赶了出来 脸都丢尽了 我听到林家的事情 就好像在听一个故事 我和林家早就没有任何瓜葛了 我现在已经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的子公司越开越多 马上就要做到设计第一的位置 我和方晨眠结婚之后 没多久就怀孕了 他知道消息后 开心得像孩子一样 他不让我再去工作了 天天看着我 生怕我出一点点的闪失 在他的严密看护之下 我平安地生出了一个健康的女宝宝 我给他起了名字 叫方四景 我希望他以后的人生繁华四景